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基础笔画字卡里面的第20课 长撇 这个长撇的难度还是挺大的 其实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小问题 大家一直都忽略到 很多初学者都忽略到一个 但是我们先从整体来吧 我们先写一遍 这是一个长撇 我们这个字卡里面 这张字卡里面告诉我们了 它的前面的基础笔 角度要稍稍平一些 就这个角度要稍稍平一点 不要太斜 然后这个地方要稍稍细下来一点 进来一点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肚 突出来像一个肚子一样 有一个弧度突出来 最后才收起肩 注意这几个步骤 那先看最前面 要角度稍平一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的基础笔 可能会不注意这个角度 它会显得特别斜 这个还好有些更离谱 这么斜都快变成竖了已经 那就更不对了 是吧 好 解决掉这个之后 中间这个比较简单 你蹲个笔之后 细一点下来 轻一点它就会变细了 是不是 就这样子可以 然后紧接着呢 到了最后要加粗一点 然后再慢慢收件 这里要加粗一点 目的是什么呀 目的是防止我们出现鼠尾 我们来看什么叫做鼠尾 这个鼠尾在我们书法里面经常听到 就是特别细特别细 这个尾巴特别细 像老鼠的尾巴一样 它没有一个粗细的变化 就单独的特别细 就是不太健康的感觉 就给着你看 相比这种呢 这个瘦得太离谱 是不是 细的太离谱 它没有粗细变化呀 就是瘦得太过寻常了 所以这种鼠尾的鼠尔觉得 肯定是不对的 放在笔画里面是不好看的 因此呢 在写到最后的时候呢 要求你先加粗一点点 把这个肚子写出来 然后再出肩 这样子呢 就避免出现 一直都是变得很细的 这个形状了 就避免出现输尾 我们再来看 好 加出一点点 再慢慢出肩 就可以了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长撇的基本要领 那么下一节 和我们一起来练习 另外一个中撇 同款字卡 可点击下方链接 也可以点击我头像 去橱窗购买哦 谢谢大家